紅白小湯園煮熟一顆顆福起 還有羞痛痛的羞麻糬 冬至前一天 菜市場內這攤最熱鬧 買這個鹽湯要去拜拜 不當地的甜品吧 就想吃吃 遊客特地造訪 熱呼呼的鴨鴨湯上桌 高雄三名市場名店不只熟食 生湯園也超熱銷 業者特地提早一夜 中置也是六點半 一般我們都十點才有營餒 差不多普通的時候四五倍了 一鍋又一鍋紅白小湯園超應景 因為冬至習俗上紅白兩色 代表包金包銀 湯圓和麻糬也得吃雙樹 代表成雙成對不會落單 冬至來臨加上寒流報導 北台灣冷翻了 伊拉羅東的六十年名店 同樣大排長龍 大量紅豆加糖熬煮 加入古早味湯圓 菜單上的品項 只賣紅豆湯圓 生意照樣搶搶搶棍 這個過程的啦 過程的 因為吃過程 但是就只有幾年 台南還有獨特的冬至包 討喜的金圓寶外型 一年只賣三天 限量三千五百顆 得提早預訂才買得到 它11月1號就開始訂 然後大概半個月就沒了 今年的量 有比去年多一點點 大概是三千多個也是 另一家加入絞肉 和蛋黃內餡 成為台南獨特的冬至應景食物 象徵招財寶平安 天福又天壽 TVBS新聞綜合報導 想看最完整的新聞內容 記得下載TVBS新聞網APP